对你来说 那你到底算什么 对我来说 你才是我向努力的未来 学长的出现仿佛是感情发酵的催化剂 原本还处在暧昧阶段的俩人 已经按耐不住地展开行动了 安医生完全是猛攻行选手 小白同学完全招架不住 只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都检查完了吗 那我就先回听你了 我给你请回去 我习惯 那我可能刚刚你睡得 错 遇到了这里沉沉闲 想着我们留恋人时间 安医生当然要趁热打铁 直接追到餐厅 更是借着酒劲 想做使俩人关系 可学长的出现仿佛是一根刺 原本就自卑的小白 更加没有自信 能战胜安医生的白月光 他执拗地不想听下去 害怕听到的话 会更加刺痛自己 他需要保留那么一点点的自尊 不然我心里别跟他说了 在学校区我们可能连朋友都坐不成 你干嘛一直把我跟学长扯在一起 我感觉 你心里期待的那种感情 你的学长真的是比较适合 我期待的那种感情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初恋最美 他都回来了 你错过的对象都回来了 你就好好珍惜他 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 我是说真的 我觉得 安医生也不明白 小白的脑回路 一直把自己和学长按在一起 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更让他心如刀割的 却是俩人关系被小白全盘否定 他一直做的努力 仿佛是个笑话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独角戏 我知道啊 我对你的感觉 跟你对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不一样 只是我们就这样 好 姐姐的话 又让小白很是不安 自己把安医生 推给那个学长 真的正确吗 他不会又被学长 那家伙利用了吧 于是操碎心的小白同学 开始主动出击 准备深入敌方刺探军情 试探一下学长的人品 能否托付终身 安医生很意外 小白居然主动出现 他很开心 也很忐忑 想和小白说话 又找不到机会 更何况学长还在 安医生的眼睛 几乎黏在小白身上 学长提起以前的事情 或做出亲密举动 安医生就很不安 小眼神一个劲地 瞟向小白 很怕对方吃醋或误会 原来上学的时候 俩人几乎形影不离 学长家境贫寒 安医生全身心地帮助他 直到那次毕业旅行 他终于鼓起勇气表白了 学长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安医生想法很单纯 他拥有的一切 都可以给学长 他愿意分担 他的负担和责任 然而 学长却不愿意吃软饭 永远靠着男人过目 他觉得这是负担 跟学弟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仿佛是对自己 无能的证明 他觉得压抑喘不上气来 要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还要面对什么状况 别想过 跟我在一起就不用辛苦了 对 然后咧 对人家说 在学校靠学弟 去社会 靠男人 安然自在 少一点都自在 于是 他拒绝了学弟的表白 选择出国结婚了 现如今 他已经是自由生 而且有能力养活妹妹和女儿 那么 他们的地位已经平等 如果再续前缘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他能明显感觉得到 学弟的心 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目光永远都会落在 那个餐厅老板身上 这让他有些迷茫和无措 你还在等 我是在等的 但那不是我 小白同学上楼道别 结果却看到这一幕 那么 安医生会和学长重修就好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是阿苏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